海巡舰艇在巴士海峡周边进行训练 而同一时间菲律宾的两艘海巡艇也出现在附近 根据目击愚明指出 这地点就在过去发生广大型号事件的附近海域 引发关注 一度被认为两国海巡艇在发生对峙 不过知情人士透露 这是台飞两国海巡艇进行台飞海巡救难时兵验证 目的是因应未来美飞台执行搜救任务准备 这也是两国在疫情之后 再度启动台飞之间的海巡演练 包括我国海巡舰CG-605的骑津舰等三艘舰艇 以及菲律宾两艘海巡艇进行海上搜救 侦查等通报联系任务 而这迹象连中国都忍不住 连续三天派出无针7无人机到台海南部监控 虽然海巡署对外否认演练的说法 不过在传播系统上 却能清楚看到菲律宾海巡舰在我国南部海域 而且在ADIZ范围内再度引起关注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